一个奇怪的家庭,成员由吸血鬼、狼人、怪物组成,还有一个普通人。 哈喽大家好,这里是貂蝉要电影,今天给大家带来奇幻喜剧,怪怪家庭。 故事开始在座森林里,一群童子均为座一起,他们准备的食物不翼而飞了,大家聚在一起,就是要把偷食物的人找到。 他们将怀疑的目光投到了小胖的身上,小胖赶紧解释,不是自己,是类似熊宝宝之类的怪兽,可没有人相信。 就在他们争执的时候,草丛传来了奇怪的声响,教官靠近一看,刚好和一双发光的眼睛对视上了,是一头黑狼人,大家吓得赶紧逃跑。 不过这头狼人不吃人,只偷吃零食,卖片什么的最香了。 吃饱的狼人追着大家跑,一群人害怕的藏进了车里,过了一整晚。 这才发现有个名叫艾迪的男孩不见了,就在这时,艾迪上身赤裸的从草丛出来。 原来,昨晚的狼人就是他变的,但他变身狼人后的记忆会消失,他不知道自己有狼人的血统。 父母为了让他过上普通的生活,一直在瞒着他,直到他又在月圆之夜变身后,赶紧将他接回了家, 并骗他说,是贪吃的熊宝宝,半夜把你拖进了草丛。 为了隐藏身份,他们赶紧搬家,他们很快找到了合适的房子。 这间房子的前任主人是个连环杀人犯,后院还有十几处荒种,墙里还可能有一些无家可归者的尸体。 这样充满特殊气息的房子再好不过了,一家人住进去后都感叹着这里的空气清新,有家的感觉。 可艾迪很不高兴,因为搬家搬得匆忙,才还没有跟上个学校的朋友告别。 父亲看着他难过的样子,也不知道该如何安慰。 夜晚,搬家公司送来两个大箱子,其中一个竟装满了老鼠。 老鼠冲破箱子全都跑了出来,狗人见状吓得钱都不收了,直接开车逃走。 狗人走后,地上的老鼠汇集一起,变成了吸血鬼。 这个吸血鬼就是艾迪的外公,另一个箱子里装着的就是艾迪的母亲了。 母亲是个蜘蛛精,父亲则是个由不同尸块组成的科学怪人,整个家里只有姑姑是正常的人类。 艾迪马上就要坐校车去新学校了,他知道父母有事瞒着自己,发了点小脾气。 被儿子刺激了一下,父亲的心脏病发作。 为了将他救活,外公给他换了一个机器心脏,可这也不是长久之计,想要活着,只能找到一颗新鲜的心脏。 外公开始无色目标,他亲手做了一些血液饼干,只要吃下饼干的人都能听命于他,成为他的奴隶。 艾迪还是很喜欢童子军营,为了解释那段奇怪的事情,父母只好亲自来到教官面前解释。 见到母亲亮丽出场,教官看闪了眼,外公看出了他的心脏很鲜活,是个不错的替换材料。 但现在勾换心脏事小,让艾迪知道自己的身份是大。 他带着艾迪来到野外,讲述着食物链的意义。 鹿吃草,狮子吃鹿,死掉的鹿能够滋养草地,就这样循环往复。 好奇的艾迪问了一句,什么东西吃狮子呢? 变身的外公,此时哭笑了狮子。 可这些新的一幕把艾迪吓到了,他回家将这件事告诉了母亲,还说自己不想变得和外公一样。 知道来龙去脉的父亲找外公算账,说他的教育方式太过极端了。 外公却说,这就是生在这个家族的使命。 两个人说话的时候,外公用饼干控制了邻居,正在卖力地刷着墙。 但因为体力不知,他从高处摔了下来,外公本想吸光他的血,拿掉他的心脏。 可父亲还是选择叫来救护车。 在一生的抢救下,邻居活了过来,可惜了一颗好心脏。 看来只能物色下一个目标了。 晚上,教官敲门想到家里做客,外公一开门就知道,自己的目标来了,赶紧热情地接待了他。 直到他对自己的女儿有意思,于是告诉他,自己的女婿活不久了。 到时候,他愿意让教官成为自己的第二个女婿。 教官嘴上说着不好吧,心里却早已美滋滋的。 外公看出了他的心思,招呼他一起吃晚餐。 这摆明了是顿红门烟。 为了救下教官,夫妻俩只好照着计划将他送出去。 散桌上,Eddie迟迟迟不肯动快。 自从看了爷爷吃狮子后,他就决定要当素食注意者。 他也提醒着教官赶紧离开。 不然外公会将你吃掉的。 一家人配合着想救下教官,外公却献出原形,挡住了大门。 姑姑想把教官藏进地下室,结果一不小心就把他推了下去。 教官昏了过去。 无法接受一家子都是怪物的Eddie爬到了屋顶。 父亲见状赶紧上前安慰。 他知道是时候让Eddie知道真相了。 于是把狼人的身份告诉了他。 并说,你无需因为这个身份感到羞愧。 我相信你可以控制住自己,成为一个只吃素的好狼人。 可Eddie还是无法接受这个情况,他跑开了。 父亲再次受到刺激晕了过去。 再次醒来他在手术台上,旁边的教官已经被开膛破肚。 岳父也已经美滋滋地喝上了鲜血,看来还是没有阻止一切的发生。 但一家人能在一起,就是好的。 故事的最后,Eddie接受了自己狼人的身份。 恢复过来的父亲也帮他叫来了一个宠物。 如果Eddie发作小吃人,这只透明的喷火龙就能将他制止。 还能在他的身边一直守护着他。 本期作品来源于2012年上映的作品《怪怪家庭》。 场景精致华丽,剧情奇幻幽默。 喜欢暗黑喜剧的小伙伴不要错过。 好了,本期的《非诚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你看他看了,确定不关注我吗? 下期再见。